這個樣子 Hug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誠意 天啊 拍照片 所以就是 每個女優她可能比較習慣做的形式會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基本大原則還是就是說 妳自己不要去碰女優 是女優碰妳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遵守這個大原則 小姐妳覺得自己在私底下 更像哪一種類型的女生呢 Trivate 結構M Trivate M なので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そうですね 専属してた時の方に近いの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M だからこそ S もできるかなって感じで S も楽しくやらせてもらってます なのでどっちもスキルはありますね 大家好 觀眾朋友來到了女優採訪單元 那是我們非常榮幸的請到了一位 企劃單體女優當中的頂流 也就是我們的沙月牙姨小姐 大家好 我是有沙月牙姨 Yeah 這邊真的是非常開心啦 因為大家可能會非常疑惑說 我們最近為什麼採訪了那麼多的女優 台灣最近有非常多的團體在舉辦這些活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好朋友Aviko 他們每次都請到非常優質的女優來到台灣 這一次的沙月牙姨更是頂流中的頂流 而且人家一下飛機就趕過來這邊 也是非常辛苦啊 Kudurakoさ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先生 沙月小姐應該也是第一次來到台灣嘛 來台灣之前有沒有對台灣這個地方 有什麼印象這樣子 台灣は小籠包が美味しい 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した あと言葉が可愛い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ね 台湾語可愛いな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あります 台湾人的中文發音很可愛 我們自己是感覺不到這件事情的啦 那接下來其實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我們的粉絲滿好奇的 我今天參加例如說 舉辦那個Aviko舉辦攝影會啊 或是女優見面會這些 我就想說 欸那我來這邊做一個小粉絲來到現場的話 我可以跟女優怎麼樣的互動 在這邊可以親自示範一下這樣子 はい えっと 1ミーティングの時は Satsuki Nei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握手です ってね こんな感じですね 奉勸各位 你手啊 什麼基本的清潔一定要先做好 不然握手的時候就是 人家第一步就感受到你的誠意啦 そうですね 最初握手して で じゃあ こういう感じで ハグとか イェー 我感受到了 我感受到誠意 天啊 冬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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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什麼禮物是讓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お手紙が一番印象に残ってます 1年ぐらいは 1年間のイベントで貰ったものは結構集めてて でも結構な量になっちゃうので 年末の大掃除の時に ちょっと断捨離させてもらって また来年販るみたいな感じで 読み返したりとかしてます そういう感じで そういう感じで 就可以最大程度表達出你的誠意 也可以把這個考慮進去這樣子 OK那接下來啊 還是我們頻道的重頭戲啊 因為畢竟沙月小姐都來到現場 我們當然是要來跟她分享一下 她的經典作品 因為沙月小姐在2020年的時候 就是以DIPS的專屬女優身分出道 然後後來轉企劃單體之後 發片量是整個大爆發的嘛 也變成說人氣首屈一指的女優之一 蠻小姐還記不記得那時候拍攝 出道做的心情是怎麼樣子呢 最近也不緊張了 前段時間真的震動了 有很多人 人數都看得到很多人 最初是緊張了 現在是很慣慣 很開心 邊發抖邊拍 就是我就是 因為其實從作品裡面 感覺不太到這件事情 但是原來一開始是非常緊張的 沙月小姐有沒有覺得說 在當專屬跟企劃單體的時候 有哪些差別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樣子 専屬女優さんは月に一本 メーカーさん 決まったメーカーさんから しかリリースができない っていう感じで 企劃単体は月に何本でも撮影してよくて 色んなメーカーさんからリリースできる っていう感じで 単体って作るとちょっと メイン作品 私がメインで出てますみたいな感じの 作品が多い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かね 因為就是剛剛提到嘛 就是說 企劃單體時期 就會有很多感覺 像是比較 欸 量身訂做那種感覺的作品 在成為企劃單體女優之後 沙月小姐也是拍了超級多的作品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片場比較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専属開けて すぐの撮影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撮影全部終わりました って言って 2週間ぐらい経ってから すいません データ一個も 残ってませんでした って言われて 再撮影になったこと ですかね が結構一番 驚きでした もう一回撮り直しました 全部 えぇ!? 沒有吧 そこには再退院了吧 そこに退院了呀 えぇ!? でももう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し なんか 寝たけしちゃったのか ていう感じで じゃあもう一回 やりましょうって言って 太好講話了 太好講話了 這個因為這個 絕對應該算是對方的啦 我們這個是不會發生 這種地域失誤的 好不好 我們這個肯定都 那個記憶卡肯定都在裡面 可以跟他講 欸 那趁這個時候 其實我想要問一些就是 有點像都市傳說之類的 其中一個問題 女優是可以選擇 自己喜歡的男優來拍片 會有這種事情嗎 一応 できるっぽいです けど 私はやったことない かな 因為這個其實就會有這種 可能會有粉絲 經常會說 女優自己可以用一個黑名單出來 可以說 他不想跟誰合作這樣子 沙耶小姐這邊就是說 欸 大概是有這件事情 但是他沒有用過 因為 畢竟是企劃單體女優啊 你在拍攝這麼多的作品裡面 你如果還限制說 欸 我很不想跟誰合作 怎麼樣的話 那你可能 你拍攝的作品數量 也會連帶受到影響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說 因為在專屬時期的時候 我覺得 沙耶小姐的作品 都是比較偏向那種 清純大學生的感覺 例如說像 DVDMS 644 這種溫泉旅行 這個 就很有戀人感的作品啊 可是轉為 計畫單體之後就有一種 欸 他演出的風格 變化很大的感覺 因為例如像DLK 521這種 擅長進攻的辣妹題材嘛 就是說 你整個就覺得說 靠 好像不同人這樣子 沙耶小姐覺得自己在私底下 更像 哪一種類型的女生呢 Privateだと結構 M 欸 PrivateMなので どちらかというと そうですね 専屬してた時の 方に近いの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Mだからこそ Sもできるかなって感じで Sも楽しくやらせてもらってます なのでどっちもスキルがありますね 可是這個其實就很難 喔 這個其實就 因為我們看到像 MBSD490這一部作品 跟像是跟Sawari導演合作這種 你在看這個作品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女人根本是樂在其中啦 那種感覺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她 去看沙耶小姐的作品的話 會發現她不只演過一次 這種甘難優的作品 所以就是 這個時候聽到她是M屬性 就會覺得 很衝突啊 因為就是這樣子 就會說 Sawari導演合作品 在拍這個的時候 會樂在其中嗎 楽しかったです 楽しい なんか その男優さん がやっぱり 反応がとても良くて 自分からちょっと求めてきたりとかがあるので それが ちょっと可愛らしく思えてきて どんどんこう ヒートアップして 楽しい って なってきました 老實說啦 因為我連我自己身邊 其實滿多女生 都對於說 他們想要去 進攻男生的後門 這件事情 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就是 哦 那私底下的話 會對身邊的男生 會有那種想法嗎 そうですね ありますね だから 楽しく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 但是 付き合ってたりしたら 自分からはなかなかできないんで 完全に遊びの関係だったら やっちゃいますね 哇 他眼中是我火花的 你知道嗎 就是 哦 真的是 嘿 快樂的感覺 那種 哦 天啊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到 欸 是因為 沙月小姐的 演出生涯 演出很多部 那種 二次元改編的作品 最經典的 應該還是莫過於 CSCT012 這一部那個 吃素回戰 我覺得應該是 這部作品 讓很多人認識到 沙月小姐 這個優質的演員 想要問一下說 在演出 這一部作品的時候 感覺有沒有 跟其他部作品不一樣 例如說看到 原作裡面 幾乎 每一個男性角色 都超帥的 沙月小姐到片場 看到那些 COSPLAY的 原作角色的時候 心裡面會 不知道會怎麼想 那種 原版人員 COSPLAY的 人們 怎麼想 COSPLAY的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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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女角 就是 他這一部裡面有 三位原作 也有出現的女角 然後我覺得 還原度跟 實際在看的時候 那個感覺都非常好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看到裡面的 五條啊 熊貓啊 你覺得 怎麼敢的呀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那 剛剛其實也有聽到說 因為 沙月小姐的興趣就是 看動漫 應該也是其中一個嘛 就是有沒有 從以前到現在 都很喜歡的那種作品 例如說 寶可夢啊 柯南之類那一種 看了很久的作品 有這種的嗎 そうですね 好きなアニメだったら 一番好きなのは サイコパスっていうアニメ が好きで 知ってるかな 結構マイナーなんですけど サイコパスっていうアニメと 昔見てたな ブラッククローバー を見てね サイコパス 心靈判官 跟黑色五夜草 黑色五夜草滿中的 這就不用翻譯了 我怕傷害到他 對 寫卡喔 那接下來就是 DVOD835這一部作品 因為這部作品 裡面就描述說 沙月小姐扮演的那個 青梅竹馬那個角色 是在去東京當女優之後 成為性愛專家 就會讓人聯想到說 因為根據維基百科裡面記載 因為沙月小姐最早在想要 加入業界的時候 男朋友反對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加入 甚至因為這樣跟男朋友分手 可以說是超戲劇化的設定 所以想要問說 那這樣你現在身邊的人 會知道說 自己在做這份工作嗎 友人們都知道 然後 高校的友人にバレたのが 手術回戦 それがなんか Twitterで結構回っちゃって その画像を見た高校の友人が 早くメイちゃんだみたいな そこでバレたのがあります 友人でも結構みんなしてます 因為那部的 轉換率真的是太高了 我只能這樣講 真的是經典啦 假如接下來就是 沙月小姐遇到一個 很喜歡的男性 然後他不喜歡 沙月小姐做這份工作 那沙月小姐會怎麼樣 やめない やめない 好餓喔 好餓喔 感動 對 感動喔 感動 絕對やめない 我覺得這個 有點像是價值觀的衝突 然後對 我好感動 對 就是那接下來就看到 DASS108這部作品就 你看到這部作品的時候 就知道一件事就是 沙月小姐拍的題材是真的非常廣泛 因為像這一部的封面就是 比較二稿一點的感覺 我覺得不是所有女生 都願意拍這樣子的封面照片 可愛 那接下來就是 DVD FS878這一部作品 這部作品就會回到 當初出道的DIPS 進行粉絲感謝記 又是一個登大廊的企劃 所以就想要問一下說 沙月小姐可以接受 自己的男朋友是觸男這件事情 嗯 大丈夫です 欸 大丈夫 OK 可是 可是他在 他在床上會超級笨拙 像北京一樣耶 那裡是 自己喜歡的 超級硬的人的話 OK 那M男可以接受嗎 M 我也是Mだから 可能會很嚴重 可能會很嚴重 太嚴重了 殘忍了 不是耶 不是 這過了 他剛剛還在講什麼 走後門 對於是耶 如果他沒走後門的話 我可以馬上去 對啊 我可能 可能會不會有什麼 如果他在床上去的話 可能會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 可能會有什麼 那 沒關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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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我們再詳細的討論一下 那這樣最後還是 感覺今天跟薩西小姐 互動是特別充實 薩西小姐是一個非常活潑的女生 然後給我們的答案也都是非常精采的 真的非常開心 如果你這一次喔 有到AV靠我跟他進行互動的話 我相信絕對會是大呼過癮 那在這邊最後也想請鯊魚小姐跟 這個頻道的粉絲講幾句話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想要對粉絲們說的東西呢 對那今天的活動也是非常圓滿的 到這邊結束 再次感謝鯊魚牙醫小姐 今天的攝影就到這邊 我是鐘仁宏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